民众来到超商不买东西 直冲厕所不稀奇 还有人不花钱就要在超商里 吹冷气看报纸看上一整天 最夸张的无非就是证明 失控节了 这一段由网友在去年所拍下的影片 失控节部分青红皂白 一股脑的把冷藏货架上的商品 一个一个往地上砸 让店员超傻眼 就有平面媒体整理出八大奥客行为 第一就是贪小便宜 超商里的吸管或是番茄酱 一拿就是十几包 不然就是没消费却占位 免费看报章杂志 还有卫生习惯不好的民众 总是会把店家贴心提供的厕所 弄得脏乱不堪 借厕所可是他没有消费 我们是觉得也是OK的 只是就是怕说 他们使用完厕所之后 然后把我们厕所弄得很脏乱 就是有点困扰 店员苦恼的还不止这样 还有像是不给硬凹席 明明超商就标明认券领赠品 但就是有客人会表示 弄丢不然就是没带 站着柜台让结账打塞车 还有诈骗集团会锁定超商 明明只买十块钱商品 却付千元大超 无来店员少找钱 还有学生明明未满18岁 却要求店员要买烟或买酒 甚至有客人会讨价还价 要求店家去掉尾数讨优惠 其中还有店员要兼拆变保姆 无论是超商还是一般店家 都有可能变成了临时托儿中心 因为妈妈带小孩来 会让我们一直顾着他们 然后他们在聊他们 工作之余还是当一下保姆 然后帮忙顾一下小孩 怕小孩子乱跑 超商或是一般店家 开门做生意提供贴心服务 最怕就是遇到OK了 提醒顾客 可别把贴心当随便了 记者王家勤 张信 高雄报导 对 朝目 帮助 11